黑豬酵雲 大家好 多謝來到肥葫部 收看肥葫的片 時間是 8月17日 中午 starting to 7時30日 正午時分 好看太陽 天文台說可能 下午會有雨落 可能明天都是不好天 有雨落也是 肥群趁這段時間好天就出來逛街先 如果下大雨或者地下濕濕 肥群都不出街 7月份已經來到 我們今天逛逛果蘭街 快艇頭和果蘭街交界 以前這條路比較旺 因為是一條古老街 百幾二百年 很多舊式的店 近日關錢街已經通車了 很多車都經過這裏 連帶性很多遊客 自由行都會逛逛關錢街 今天星期三 閒日 不過今天還是暑假 仍然都是很多朋友 逛逛這一區 椰子店只剩一間 這裏有椰子雪糕賣 這裏有椰子雪糕賣 都幾多人排隊賣 大部分都是自由行或港客 以前的椰子店很多都關了門 這裏有幾間很出名的網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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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都排場隊 這裏有幾間很出名的網紅店 這裏有幾間爐 那裏有幾間店 有幾間牛市 有幾間店 或者賣二手東西,舊貨攤 這個中數幾好天 我們有經過榮記豆腐網紅店 我們繼續往關前街走 這一段還有少少整路 不過都叫做通車 很快就出了農曆七月 已經踏入農曆七月 接下來就是七月初七 七姐彈 七姐彈,澳門街都有些活動 可能在爐九公園有些活動 到時肥群也會去逛逛 中國人在七月份比較迷信 很多人都喜歡拜神 笑戒意 也很多人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沒有 很多中國人都相信有神鬼存在 正如一般正常死的人 都可以轉世 有些意外 橫死的朋友 可能大苗不修 小苗日不留 做了遊魂野鬼 在這段時間 朋友很多都在馬路上燒 街衣 招呼一下這些朋友 在這段時間也有很多禁忌 譬如不要走夜街 游泳 或者不要走那些 場邊角落的地方 太過黑的地方 老爸和老公和爺爺都會這樣說 7月份很多街坊燒 街衣 以前還有神功器做 挺熱鬧的 不過現在就漸漸 就沒有了 這些這樣的節日 節目 我們繼續走關前街 今天梳梳落落 關前街 基本上全部都是自由行 感覺上都算人多了 今天是星期三 感覺上都算人多了 今天是星期三 很快就我們來到 營地大街街口 和關前街交界 這裏人比較多 車又多 人又多 亦都很多朋友這段時間出來找食 出到這一區都是 景點區 打卡區 人比較多 如果去到內街 就比較人少 的士真是澳門 就往一邊 所以這附近很多餐飲都坐到滿 這裏是營地大街 以前有叫 香港地 澳門街 廣州省 歷史都有叫開 以這條街為澳門街 當時這條街都非常繁忙 興旺 集中在這條街 所以叫做澳門街 以前很多朋友都在這一區做生意多 因為華陽交界 但是 特別的橫行以前就是碼頭水邊 所以這一區 亦都是很多外國朋友 以前葡萄牙 的洋人 都集中了這一區 所以在這裏做生意 非常之旺 附近也有很多店鋪 關了門 也有很多店鋪 新開 一雞死一雞命 今天我們走出去 新中央 鏡頭 鏡頭 離遠望 見到綠色環布 有三分一 已經露出來了 見到了 離遠已經見到了 在拆棚 不過拆棚的速度 比較慢些 我也很期望 他早些搞定 早些開張 因為 國際 又是 奶奶閒 不湯不水 搞到今時今日 都未搞得到 仍然都是 關門 看樣子 新中央 亦都可能會 比他快 還未定 速度比較快些 現在全部拆棚 很快 裡面已經裝修好 應該 好 遠奈餅店 當年買月餅 可以供月餅會 每個月供幾元 到此 8月15 拿回幾盒月餅 現在都很少有月餅會供的 現在每個人都買得起現成的 以前真的要儲錢買的 還不是送禮那隻 是自己吃那隻 每個月 星期三 這條馬路都算是 可以說 不錯 人多 平時很安靜 出去 出去噴水池 一陣子都會好些 今天竟然只要休息 百年老號 我們轉過去去三街會館 關帝廟 看看 是 對面 營地街市 樓上有條熟食街 很多朋友都喜歡上去 找吃的 離遠看 新中央 都拆了一半 差不多 拆了一半 這個角度 看得清楚一點 我們繼續走走 這一邊 近營地街市 以前是小販區 很多小販都開門做生意 天都已經開始黑了 差不多黑齊了 我想說 下雨 肥坤都要趕快走 沒有帶傘 這裏是關帝廟 三街會館 我們走一趟噴水池 看看 什麼環境 多不多人 拆了一步 應該好看 好多的 油袋好靚 青色 她的窗 幾有趣 出來噴水池 都幾熱鬧 到處都是人 這裏是新馬路 看過去 中央 這裏是新馬路 很熱鬧 好多盒口都開了一盒,沒什麼人光顧 好多盒口都開了一盒 在這附近白一白 看到前面有裝修,可能是8月15日 裝修一下燈飾 工人開始動手 趁他未落出,肥坤都要回家 順便去找食物,開飯 一看 他可以看見 他會做餐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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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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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